動物的魂墓 所以現在世界不和平 所以現在人很重視環保 重視天氣 那各位現在世界已經流行Vegan了 大家都知道 一個人修慈悲心 然後呢 不要吃動物 那這個世界的環保 就可以種了很多樹 就不會破壞整個環保水質的問題 但是你已經吃樹了 卻脾氣很不好 那你依然在破壞世界 曾經有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師父那個乳牛 為什麼會做乳牛好可憐 乳房那麼大 每天被擠奶他們好可憐 因為乳牛也不想這麼受苦 那為什麼會如此 佛教講因跟果 過去是 他可能很喜歡用它很大的乳房 去讓別人欣賞 然後呢去玩弄這個性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這個果 很可憐 所以聽起來不好聽 但是這個事 所以簡單的說 他們為什麼會被殺 因為他們過去殺人 他們為什麼會被欺負 因為他們過去欺負人 這是簡單的原理 有一次我跟我的師父去泰國 他們路上很多狗 然後他們都得皮膚病 很多狗得皮膚一直養一直養 我就問我師父說 他們為什麼會做狗 我師父說 他們過去是個男人 都很好色啊 每天都很好色啊 所以他們現在天天皮膚養著狗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真理 每個人都必須 是為自己的生命的快樂和痛苦 負百分之一百的責任 你現在做的會影響明天 你這一輩子做的會影響下一輩子 你過去是做的會影響你這一輩子 你要了解這個真理 所以今天我們到華盛頓 當然看到很多戰爭的紀念碑等等 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因為我打贏你了 將來你還是會來打我 所以唯有平等的真理叫空性 唯有平等的力量叫慈悲 才是世界跟眾生真正和平的方法 比如說各位聽一聽 如果你願意相信 那也是個善根 就像我們佛教的真實故事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全部被殺掉 女人被砍手砍腳 男人被推到河裡面淹死 那人家就問佛陀說 你成佛你的整個家族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佛陀就說在過去是 當然各位你要相信輪迴 然後我們釋迦族的人 為了要去抓魚 擁有紅色的毒汁 毒死河裡面所有的魚 那現在魚王就變成流利王跟將軍 帶著他的軍隊 來把我們整個釋迦族殺掉 所以無論如何各位相不相信 如果你要得到這輩子生命的快樂 從今天開始 不要因為你的自私去傷害到其他人 或任何動物才不會傷害到你自己 所以一顆善良好心 你才有生命的快樂 一顆不善良玩弄別人欺負別人的心 你會造成你生命的痛苦 當然有人會問 那小朋友他沒有做壞事 他為什麼會遭受這麼痛苦的被殺死或是病死 不是光這一輩子 因為各位要想 人還有過去式的行為他也要負責 所以我們做個總結 等一下各位如果有問題就可以問 心主宰我們的命運 所以你要訓練好你的心 不要讓他有負面的心態 而要讓他有正面的好的心態 命運才會好 我們的心 指揮我們身體嘴巴的行為 而製造我們的命運 所以各位要了解 所以內心裡面不好的心 你一定要消除掉 一個人為什麼會心臟病中風 因為愛生氣的心就會長 一個人為什麼糖尿病 腎臟不好 血液不好 因為他貪心很重 他就會造成血液水的問題 一個人為什麼會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 甚至爸爸媽媽不愛他 甚至像孤兒一樣 因為他過去去破壞到其他人 或甚至是把一個鳥巢 一個動物的巢穴 把它給傷害掉 破壞到動物的家庭 所以他生的家庭就不圓滿 第二個 你希望這個世界越好 國家社會 那你要從你的心做起 你的心變好了 世界就會變好 你的心健康了 你的身體也會健康 你的父母也會健康 好 那今天要送給各位一些東西 這個很重要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代表佛陀的心 那我們不是佛 但是我們把這種圓滿的心態 跟這個行為力量帶在身上 希望我們有這個力量 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 那這個袋子裡面有六個咒語 什麼叫咒 就是這個佛的圓滿的功德叫咒 然後你把它帶在身上 跟人家握手跟人家講話 希望對方也得到這個很好的力量 特別像這一張 今天你去魚市場看到很多魚都死了 你把這一張碰碰水或沙子 然後給它撒在那些死掉的動物 那這些死掉的痛苦 但是等一下要被殺的動物 都不太容易有痛苦 它不會再淘汰做動物被殺 那這一尊佛陀是什麼成佛的 因為它修不生氣 永遠不生氣的慈悲心而成佛的 所以你要帶著 希望自己也不要生氣 你只要記得它就好 因為生氣是最傷害愛心跟慈悲心的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有愛心有悲心有力量的人 真的要控制脾氣 所以 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總統 這麼有力量的人 很有錢的人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 不能生氣 你想要你的臉長得很漂亮 不被討厭 你想要你的聲音很好聽 有些人為什麼唱歌不好聽你知道嗎 愛罵人聲音很難聽 所以你講不好聽的聲音你罵人 所以以後你唱歌講話聲音就不好聽 這是很自然的真理 所以你多照顧貧窮人 你將來賺錢就很容易 你多照顧老人讓他健康 你老了就很健康 你爸爸媽媽也很健康 所以人都可以影響世界 所以你希望以後你做事業 很多朋友來幫你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學習 熱誠幫助你周圍的人 鄰居 學校的人 那你將來做什麼事 都有很多人幫你 你頭很痛 怎麼樣快一點不要痛 多不思頭痛的藥給別人 給窮人 你的頭就很快 你很容易感冒身體很冷 那你多送衣服給窮人穿 讓他不怕冷 那你自然身體就不會感冒 還有一點 如果你生女兒 很怕你的女兒 被男人欺負 很簡單 你買漂亮的衣服 去送給孤兒院的女孩子 送給她 那你的女兒身體不會被欺負 所以各位如果要了解這個道理 那有機會就多看看佛陀的語言 佛陀的經典 你就可以了解你自己 那你就可以了解眾生 但是你不見得要改變你的宗教 因為每個民族文化都有它的宗教 那我們佛教講的是 心態 這樣就好了 不需要改變你的宗教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基督揹著十字架 代表忍受別人的痛苦 這是一個很好的道德 我們看到聖母瑪利亞 代表無條件的愛 就像母親愛兒子一樣的 愛所有生命 包括愛你的敵人 那就對了 好 各位有問題嗎 感恩海濤法師開始 我想問一下 作為普通修行人 沒有破除自我的時候 怎麼破除情感的執著 當然首先你要怪自己 因為太愛他了 太愛他了 然後你就拔不出來 所以你現在開始要去念習 跟他講了 那就去愛一些你不認識的人 把你的感情 慢慢去訓練對不認識的人 慢慢對他的執著就會減低吧 再來你如果按照佛教 要多讀金剛經 因為金剛經 它就在破除這個我像 那抄寫金剛經 讀金剛經 思維金剛經 透過佛的力量來幫助你也很快 我順便提一個問題 有人問我說他很怕鬼 或是問我說那個房間有鬼 那怎麼辦 佛教不是把鬼趕走 佛教是說 那我就去那個房間對鬼很好 鬼就變神了 慈悲心它就不是鬼了 然後就沒有鬼了 或是你念一念慈悲心的經典 然後大悲咒 就說慈悲心一起來 你不要怕它 它那個鬼就被你慈悲心影響 它就變成慈悲心的神 這樣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願意多去慈悲 慢慢你感情的執著就會減低 所以各位要練習 像我看到花 喔謝謝你花 好漂亮喔 這也是慈悲心 當你喝到水 喔謝謝這個水 哇來的不容易 感謝它 而且我要喝水之前還會噴兩滴 喔希望他們也可以喝 希望這個地方乾淨 你就一直在培養就可以 當你穿衣服的時候 哎呀 你要想 當願所有冷的人都有衣服穿 你就一直在培養就好了 當你吃飯的時候 各位吃飽的時候 你要想 我希望所有人 所有動物都吃得飽飽 那你就一直在培養這個慈悲心 那那個負面的執著就不見了 像各位拿著這個帶在手上 你不要光帶著 你每次要摸一摸 哎呦它會發光 它給別人快樂 你要這樣想 當你拿著念珠 不是 我愛你 我要幫助你 你要加上這個念頭 那你愛太多了 你就沒有個人的愛 曾經有個女孩子問我說 她沒有人愛 沒有男朋友 我說沒有關係 你多去愛別人 你到時候男朋友就一大堆 真的後來就是這樣 但是記住一句話 愛不要建立在欲望 愛不要建立在做愛上面 喔 還有問題嗎 我家有一個好多 有幾個老鼠 但是那是修了界的人 是不可以上身的 對 但是呢 她半夜你都會咬東西 我就起來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住的地方 希望你走在外 你不要到這裡 我們都要睡覺 後來一段時間她又咬我的枕頭 後來我就想 什麼辦法可以把她出去 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去傷害她 顯然你不恨愛她 你不愛她 她就會更在你家 所以這些老鼠在你家 都跟你有緣 做過你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一定要相信 不然不會在你家 而且你欠她宅 那這怎麼辦呢 你就愛她吧 多一點食物給她吃 白圓一點 你要對她好 她才會對你好 這是真理你要相信 雖然聽起來很愚蠢 佛就靠什麼 慈悲就可以超越一切 但是千萬不要討厭 對吧 好 換你大聲一點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我現在 因為我們是中國有學生 然後在美國感受到非常強的 中美世界的那種緊張的那種對峙 而不是像以前那種全球化的 德國的狀態 現在更多的是 一全球化的一種趨勢 上次問你也說我們要用心來改變這種狀態 但是不知道具體的違反怎麼做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美國的同學 跟國教感興趣 但是這邊缺少很多國學的 國教學的作員 師傅有沒有什麼建議說 從哪裡開始比較好 我想 並不是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有意見 我想比較大部分 是領導人的 因緣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 也一定要 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 那我就替中國人觀想 送花給總統 給川普 你要這樣觀想 可能我過去對不起你啊 你要這樣觀想 然後也觀想 那我們 美國人 也送花給我們主席 對不對 那你要這樣去想 而且 佛教也是真是這樣說的 再來 多供養像這樣一對花很漂亮 那你要供養 兩方面合不來的時候 那你要 經常在佛前供一對花 點一對燈 有一對一對一對的 那如果你喜歡放生 只要放鳥 因為鳥永遠在一起 它不會分開 感情不好也好 兩方面對立 你要這樣去做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 哪是我們是中國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在佛教來講 中國人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就是中國人這樣 是他們有分別 但是我們要以無分別的 這種空性跟慈悲 多用這種念頭 如果我們 這個念頭越多 兩方面就會很快就會和諧 但是千萬不要加入批評 加入批評會火上加火 我想不只光對 我們 自己的國家 對敘利亞 對有災難的地方 對貧窮的地方 各位 要將你的功德 不管你是共華念經 多多的回向給他 反正正面的力量多 他就負面的就減低了 我說緬甸人在處理 洛西亞的人 所以我在觀想的時候 我用洛西亞的名字 去做很多共華 回向給緬甸人 也用緬甸人 然後就回向洛西亞人 就是說 我們佛教是造成一個和諧 用一個慈悲心 就可以造成和諧 所以一個重點 這是佛法要解決的 中國人 美國人 西班牙人 非洲人 通通是平等的 但是因為世界人有分別 所以有對立 所以佛教用空性平等 超越一切 所以我們必須用這樣的心 一直去影響他們的心 希望這個世界達到世界一家 沒有分別 不但是人 包括動物也養一隻狗 一隻豬 跟我們一樣有感受 我們也會慢慢成為 跟它一家的 就這個意思 第二個問題 你講的問題真重要 因為唯有佛法的真理 真是舊世界的光明 可以超越宗教 超越國家 超越種族 那是如何讓這個真理 也能夠讓所有的學生 部分宗教都可以聽得到 首先你要祈願 念佛的加持 經常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念阿彌陀佛 特別這邊是 喬治華盛頓大學 那你要齊請華盛頓加持 他有力量 齊請靈梗加持 他有力量 他在這個土地有力量 並不是因為他肉體不在了 那再加上自己的這種悲心 你自己的悲心 希望你的同學 更多的華人 能夠了解這個道理 那自然因緣就會成熟 這個叫佛教的不可思議 但是有一點 慈悲是一種責任 那我們就要開始 負起這個 推廣的責任 所以慈悲不是放在心裡面 慈悲是一種行動責任 承擔 你要開始去做 慢慢就有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三個 那我也希望我會去收集一些 更多英文的書 中文的書 寄給你們 那你有機會就給他們看 好 還有嗎 再一個問題 時間到了 好 OK 我們如果說拿這個皺紋 平常 就是說 我們出去的話 戴在身上 如果是我戴的話 你是想說放在這個錢包紙 這樣放在身上 這樣是不是不公平 對 要放在上半身 不能放在下半身 還有您說 那給我們那個 手 對呀 手 那我們進出 那個洗手間 是不是要拿下來 你只要有 蓋起來就好 因為你們穿長袖 沒關係 那如果短袖 短袖 事實上 我們也會把它 自己有時候會唸一下 翁阿翁好像 就蓋起來 對啊 就是觀想 因為你不能為這個 沒有拔來拔去 而且 佛經說 最好你連洗澡都帶著 為什麼 因為 水碰到這個 這個流到水溝 水溝裡面 包括流到大海 魚流得到裡 這樣 但是有一點 各位千萬不要一直依賴這個 喔 帶一大堆 重點是 你的佛的心 一個慈悲心 佛的心 那是最大的力量 我們是透過它 透過練足 來提醒自己 所以今天的主題 一顆好心 善良心 慈悲心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可以幫助別人 我們外國朋友 有問題嗎 我有個問題 關於這個 這個 這個咒 剛才師父好像說 可以對 往生的人 有幫助 請問我們 怎麼可以用呢 像一個人 像一個人要往生了 你把咒 拿起來給他看一下 經典說 閃一下光 他就 不會墮落地獄軌道 甚至 如果他願意 你碰到他頭頂 就等於佛 進入他的身體 更好 更重要 如果他願意 就把這個咒 放在他身上 他埋了也好 他活化也好 只要碰到他身體 他就將來可以 不會受到痛苦 各位記住 你這個帶著 這個人快往生了 快死亡了 甚至他已經很重的病在醫院 你就把這個送給他 帶在身上 對他幫助真的很大 我們 這幾十年來看到 病得很厲害了 帶了兩天 他可以慢慢出院 讓我們更相信 但是有一點 這個有力量 是來自於你的 信心跟慈悲心 如果你把這個拿去賣錢 那就沒有用 所以下回我們會 多一點來 各位就直接跟他要 最好學校裡面 每個學生都帶一條 那你就成功了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 不用這個業 來去斷定 其他人的這個 受傷害了 受痛苦 對 一個人要超越這個業的影響力 佛徒說 只要他進入無我 剛剛講的 沒有貪嗔痴的 空性的智慧 他就超越了 你現在用針打你 你會覺得很痛 因為你還沒有修那個空性 但是如果我們 一直努力修行 一個人要幫助眾生 一定要修這個空性 他就不怕下地獄 他就敢向那些神父被火燒掉 他都要去傳教 這個就是一種 智慧的空性的力量 有一點像各位在打坐 meditation 你很認真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本來身體很痛 腳很痠 到一個階段以後 身體的痛苦 你一點都不會影響 因為你專心在你的心裡面 就超越身體的痛苦 好 那最後我們還要把 各位今天在這邊 兩個鐘頭的meditation 因為大家很專心 這個力量很大 要把這個力量布施給國家 就這樣講 中國跟美國可以和諧 你要這樣觀想 布施給猶太人 希望他們死亡者得到超度 升天 因為我們的心靈的力量 就可以布施給他們 後面我們寫著牌位 各位看到有 有吃的東西跟奶油 還有飲料 但是是給那些 往生的小孩子 或是戰爭死亡的 我們把名字寫在那邊 也把這個力量給他們 特別這幾天 在美國在紀念老兵節 那我們這種修行的力量 也回向給他們 升天快樂 各位帶著裡面這個圓圓的 貼在哪裡 貼在你的iPhone 它就會有發光 也可以幫助別人 好 那我們把自己的善的力量 好的心 來供養給國家世界 跟所有生命 佛陀說 不為自己 幫助眾生 他才是真正在幫助自己 跟我念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父母恩 上報所有國家恩 上報所有國家恩 上報所有生命之恩 上報三寶加持恩 下記地獄 下記地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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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ザ愕苦苦 下記所有動物苦 回向所有肚耐泰蛾 所有往生排位 美国境内 中国境内 所有人类 各种众生 若有见闻者 吸发成佛的心 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赖全域副教授 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疾病或需进出医院等高风险场所的民众 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 且使用一次后继续丢弃 那一般民众在户外或低风险场所短时间佩戴的医用口罩能不能重复使用呢? 依据本团队研究显示 用电锅无水加热可以达到杀菌效果 且经食药署进一步评估 不会影响口罩的过滤效率 将锅架及内锅依序放入电锅 再平放口罩 盖上锅盖 按下电锅开关 等约三分钟 来自动跳起 再静置五分钟 就完成了 每个口罩最多重复杀菌三至五次 急需丢弃 再次提醒大家 医用口罩还是以一次性使用为原则 有破损、脏污 或进触高风险场所佩戴的医用口罩 用过后请丢垃圾桶 善用慈悲的能量 勇于承受他人的苦难 就是在消除我们的苦难 所以慈悲是消除苦难 体悟佛法的不二法门 直下体会无我的教义 相信自信那份清静 圆明的佛性 就能勇于承受世界的苦难 承载众生的苦难 如此就是一位真正的菩萨 我觉得现今的社会比古时候好凶 古时候没有媒体 你根本不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能在你的乡村或左右 听到一些生病 听到有一些问题 你生起悲心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 电视打开、报纸打开 一听到了 哎呀 分分秒秒就要受苦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谓的悲心 只在我家里 我儿子 我祖先 那当然要关心 但是你要扩大 所以不要自私 不要只想我要快乐 我要想的是众生的苦 时时刻刻 愿这些苦难都融入在我心里面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有这个力量 当你去感受体悟众生的苦 生起悲心的时候 你就走入佛的心 这个慈悲是开悟的不恶法 勇于承担众生的苦难 你就是个菩萨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